嗨,大家好,我是Lion哥 那直奔主题吧 前阵子呢,我一直想去换一个手机 之后呢,一直在看 等了很久,今年一开始的话看了 这个三星的S20系列 S20系列呢,说句实话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这个价格非常感人啊 特别是那个Ultra 之后呢,也一直看网上很多的评测 发现那S Ultra的相机对焦时代是很大的问题 那么,我作为一个资深的一个摄影爱好者吧 对于对焦这件事情 特别是对于视频对焦这件事情 觉得还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一旦虚了,整个片子就走了 之后呢,等到了那个OPPO的发布 OPPO说句实话,这次的翻身杖真的打得非常不错啊 整体的配置啊,什么都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它这个背后的名牌 我实在是觉得,实在是太臭了 而且OPPO的系统呢,说句实话 我没有用过 但是呢,有人的感觉 可能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吧 之后呢,OPPO其实这次主导的相机还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120Hz和60Hz的切换 加上2K 他们号称了3K视频 对吧 这个文字游戏 其实都是同一块屏了 个人感觉它那块屏呢 主要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 毕竟是三星的东西嘛 对吧 然后不要说了自己那么高科技 之后呢,它很多的那些什么动态优化啦 视频加征啦这些的,其实说句实话也就看看而已 我相信大家不会去天天开着它 后来呢,OnePlus新机 其实我本来是蛮期待的 因为我没有用过OnePlus的任何手机 但是呢,OnePlus 7系列 包括Pro 其实在海外的用户群体是非常大的 而且相对也是比较原生的一些Google的体系 做的是不错的 但是在这里面呢 呃,我本身 本身用的是国行 三星很多年的国行 但是呢,三星的手机呢 呃,新款的手机 说句实话也是 是让我有点失望的 毕竟没有我能打开2K 加上 加上120赫兹 就感觉好像少了一颗手一样 非常的难受啊 这个就感觉你要左手还是要右手 还是两只手都有 但是只有四个手指头 每个手 就非常的难受 OPPO这次呢 和OnePlus这次相比起来的话呢 其实我个人感觉比较同质化 当然呢 这中间可能也是 呃,父子关系 或者什么关系吧 他们的大多数的东西还是一样的 但是在镜头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 OnePlus的手机这次呢 听很多评测说 它其实跟7相比呢 是有很大的提升 对吧 用了大底啊 一亿像素啊 这些 但是非常奇葩的就是 它的那个 这个color filter 我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啊 是个像素 不是那个像素 叫什么 叫 呃 色彩模式 还是色彩空间的那个摄像头啊 很有意思 我看了一些网上的评测啊 它其实是可以穿透一些 是一些一些材料的 比如说 这种 略带透明的 或者说是一些 可能本身带一些反光的 特别是一些磨砂材质 它是比较能够穿透的 个人没有尝试过啊 有让我想起来以前 Sony的那台F5117 还是F5717 那台神迹啊 懂的人这里 点个赞 那这个镜头呢 给我感觉 或者说这整个镜头组给我的感觉呢 还是不错的 我其实说句实话也很少会去用一个什么 三倍 五倍 十倍 这样子 日常还是说 你抓起就能拍一下 这样子感觉会比较好 但是 结论是 不用多说了吧 还是买了个大倍 为什么呢 第一 三星的系统 露脸了 三星的系统其实还是不错的 我手里拿的这支是S8 然后呢 再拍的这支呢 是Note9 你可以看到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三星的AI 其实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三星其实有很多不错的东西 虽然系统呢 以前被诟病非常的差 充电也很差 对吧 电池损耗也是比较高 充电速度又比较慢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 三星有极电东西还是做的不错的 首先它的自定义真的是做的非常的好 很多东西真的是 在原生系统上面做了很大的改变 比如说新的这个 One UI这个系统 现在是升级到了2.1 那这个就不多说了 可以刷 然后你可以看到吧 这个是非常短的 它这个滑来滑去是非常短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这里装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软件 这是三星自己的 叫One Look 叫Good Look Good Good Look 这个东西 Good Look呢 它可以做非常多的自定义 可以包括去做一些测滑的一些屏幕的设定 比如说举个例子 打开头条 120帧还是比较爽的啊 这个前置摄像头是不是有点老了 所以要换新手机了 OK 它分短滑和长滑 给大家看一下区别啊 短滑的话是返回 然后长滑呢 是可以直接去到桌面的 长滑呢 还分长滑上 和长滑下 这里能切换所有的 非常有意思啊 可以单独关闭 或者单独打开某一个程序 非常有意思 那这是一个 那它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自定义的 包括说你的下拉菜单啊 还有包括你的一些主题 这个主题是我自己做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吧 这里面的icon 其实这里看不太出啊 整体给人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三星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呢 就是它这个三桑配 三桑配呢 大家可能没有用过 三桑配其实有点像我们那个Apple Pay 其实都差不多的 就是关联一张银行卡 那它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微信 支付宝 迎联卡 各种各样的都和集合在一个场景里面 那你可以甚至做到简单的一个上滑 就能把所有的卡 添加到里面 而且可以在主屏面 主屏幕上的上滑 当然我这里还没有 还没有装完啊 那非常简单一个场景 你去买东西的时候 你要选择微信 支付宝 迎联卡 其实都非常简单 只要这样一上滑 再左右换 左右刷就可以了 还有它中间还包括了一个 去可以做到门禁卡 它可以复制一张门禁卡 那么可以在非常地方去使用吧 但目前来说很多门禁卡 因为都是加密的 所以用来也是比较麻烦 目前也没有试着成功啊 三星这里需要还是提升一下 那还是这句话 为什么我选择了三星这台 S20大杯的手机 原因很简单 我非常喜欢三星的这套One UI 用得惯的人非常喜欢 用不惯的人会觉得非常的复杂 但是真的可以给你非常多的自定义 然后呢 三星其实在很多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 还有个叫三星生活 我觉得有点恐怖的一个产品 但是非常好用啊 它会去识别你的一些 比如说短消息啊 你的一些订单的情况 然后去告诉你一些情况 比如说 它会知道我收到一条携程的短信 比如说我明天去北京 它会告诉我明天的这个航班的整点情况 以及它的这个航班的一个颜幕情况 这个当然是要你提前授权的了 当然我相信这个很多软件也是偷偷的在做 但是三星呢 至少它的一些用户的授权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那三星的这次手机给我感觉真的 还有很大的一个亮点 就是它这个摄像头啊 虽然没有买超大杯的这个Ultra的 那实际上这台的主摄是一个索尼的 IMX555的这样子一个CMOS 那这个CMOS实际上是可以说是今年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主摄 虽然它只有1200万像素 但是它的这个底非常的大 然后呢 索尼这次呢 其实应该是由Alpha手相机的团队来做一些的配合 来设计这个CMOS的 可能大家对索尼的CMOS不是特别了解 市面上面可能七八成的手机 可能再少一点我也不知道啊 都是用索尼的这个CMOS 然后IMX555是就是非常好的 那具体好到哪里的话呢 大家可以网上去找一些照片 对吧 我的感觉它的一些 一些噪点还是有点大 细节的话呢 其实这里我要怪一下三星的一个调教吧 我个人感觉锐的有点过 然后呢 锐过的情况呢 就是细节的一些损失 因为你锐的太过的话呢 反而很多一些需要圆角的东西 那它就变得没有了 那这台手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看到这个头像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头像吧 非常有意思 一个AI虽然也不是什么 非常对吧 大家没有见过的 但是它这个动作做的真的是不错 它里面还有很多东西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叫 叫3D扫描 这是有一个Tof镜头的 Tof Time of Flight 就是时间的一个 一个来回的这样子一个东西吧 给你们看一下这东西能够具体怎么玩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觉得三星手机真的是还蛮好玩的 它不像很多手机 它会给一些很硬核的功能 但是呢 这里面的很多的软件呢 真的是非常的可玩 好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软件 那么它是怎么样子运作的呢 我可以先这里 把这个变风扇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这样需要把它放在一个平面上面 然后呢通过我这样围绕它3D做一个扫描 然后就会建成一个3D的模 稍等一下啊 我把它试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具体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好了 刚才它扫描之后呢 就在3D建模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一层一层的 其实它是在说一些3D的构建 之后这就出来了 然而我桌上的东西会比较多啊 效果会比较差一点 我能再换一个东西来试一下啊 我换一个比较 比较棱角好的点的 我试过几次啊 它这边不能做太小的东西 直接拿这个垃圾桶来试一下吧 桌面上镜可能还是要保持干净 因为很多复杂的复杂的东西 它也会被拾取进去 之后导致整个 就它会变得非常的困惑 然后扫的时候呢 其实要扫它各个角落 上下左右 它会有一个类似像蓝色的 哎哎哎 发生错误 桌面上东西还是太多了 这边我要往下拿一点吧 好 就是这样子拿着它 之后呢 围绕它这样扫一下 从上往下 然后各个角落 去扫一下 之后在这边再扫一下 它会类似形成一个3D的键膜 这边又出问题 它对反射的物体 好像不是特别的敏感 我再换一个试看 好 这样子可能会好一点 它的反射会比较小一点 好 哎 看来对反射物体还真的是不行 就这样子吧 再换最后一个 不行的话 我改天再试吧 好吧 今天就有这样子一个杯子 这样子一个模型 哈哈 哈哈 翻车 大型翻车现场 哈哈哈哈 好吧 就大概这个意思吧 我觉得后期的话 可能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第三方的程序 然后导成一个3D建模 之后如果家里有3D打印机的话 倒是可以打出一个3D建模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可玩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后我还发现一个非常小的东西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它在这里有一个测量器 它可以实时的去测量房间里面的一些距离 当然这个现在可能房间比较小 不太好弄 到时候会再做一期 再详细的解释一下我的感受吧 和Note相比 在拍的这台Note 我觉得提升其实还是蛮大的 一个是845 一个是865 这虽然隔了两代 但是真的是能够感觉到明显的差异 845用到现在 其实说句说不差的 但是就是卡 热的话倒还好 但是这台机器倒是真的有点热 S20 那还有这台是835的S8 我用了非常多年了 它其实是最热的 用电量大货 还有你听这个声音 祖传的 祖传的声音 所以不用担心 那就是这个镜头模组 可以想象一下大家 它在S8的时候就已经用上了这个镜头模组 是在这个防抖功能的 所以三星其实很多东西在上走的还是非常早的 这两年其实OPPO 还有华为啊各方面 其实他们追赶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今年为什么这只机 没有真的能够给人太多的亮点 不是它不强 而是现在国产机真的做得非常的不错 好吧 这里要给国产机做个大大的点赞 好吧 今天先说那么多吧 这也是我第一个Vlog 也是希望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时间 对吧 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点赞 跟进